俄国防部6号表示 过去一天 俄军摧毁了乌方一座 负责武器修复的工厂 一架米格29战机 及多架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6号表示 乌东部地区仍在进行激烈战斗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6号表示 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空机导弹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 摧毁了用于维修乌军装甲车的 一处工厂的设施 此外 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 斯拉维扬斯克居民点附近 再次击落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 并在哈尔科夫州 扎波罗热州等地 摧毁13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 斯塔罗沃伊特6号表示 与乌克兰接壤的泰特基诺村 当天凌晨再次遭到乌方迫击炮攻击 炮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当地桥梁居民楼 以及制塘厂设施受损 该村曾于5月19号 遭乌方炮击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6号援引乌各地军事部门的消息报道 截至当天上午 乌东部地区正在进行激烈战斗 报道说 在卢干茨克地区 乌军夺回了北顿涅茨克市部分地区 市区仍在进行巷战 有大量士兵负伤 在顿涅茨克地区 俄军使用各种火炮和火箭炮 沿着整个前线 继续炮击乌军控制地区 此外 乌克兰海军司令部6号表示 俄黑海舰队以后撤到距离乌克兰海岸 100公里以外位置 俄海军已失去对黑海西北部的 完全控制 目前该区已成为灰色地台